我觉得她说的更狠心 行吧 你什么时候毕业啊 今年大四 现在实习 在哪儿实习 是在北京吗 没有 就是我家里就是说 给我找了一个还挺不错的 那个实习的工作 我就想就是试探她一下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我家里给我找了一个 还挺不错的实习的工作 她直接说 那就试试吧 我就不想让她就是有这种 特别冷漠的态度 就是最起码对我们两个未来 将来有个打算 她直接那就试试吧 你是打算试探她的 对 结果她就颇下驴了 你的意思是 那你告诉她 你这工作在哪儿了吗 就是说在老家家里 帮她找了一个 然后说 那就试试吧 你咋想的呢 不是 那是前几天 我们刚吵完架 吵得挺凶的 她那天看完跟我说 回老家工作了 我觉得没事找啥 说气我呢 那时候你回去吧 我就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我感觉是找个事 不是 你为什么会觉得 她是气你的 她老是这样 就是 就平时有个小事 啥都给我吵架 可能她觉得这个 那我要回老家了 怎么也得劝劝我吧 那我就没劝你 那就 那就拿着事给我吵架呗 那你就劝劝她呗 我就总觉得 她是想给我找茬 那你希望她的未来 是在北京工作 还是回老家工作呀 当时她说她回老家的时候 就是我也挺意外的 因为我没想到会回老家 而且我问了她的一些朋友 说那个工作还不错 后来她也问过我 问我什么态度 她的一些事情 就是她关系她未来的选择 而且我在北京现在 待着这些时间 就养活自己都挺困难的 比如说养活她了 或者我感觉 我怕我去给她去说 怎么选择 就会影响她的以后的未来 所以说 我不想那么自私去 去把这个选择说出来 我之前是觉得 就是你说你到哪儿 我就想跟着到哪儿 但我现在说实话 我挺不确定的 因为之前咱俩吵架 可能是说一地一烈 说不在一起吵架 但是后来 我俩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就是我去北京 放暑假的时候 陪她过一个月 我觉得就是在一起了 可能就不吵架了 结果在一起 还是天天吵架 就三天一小吵 就是在我去北京之前 我就形成是我假期嘛 然后我就在网上 查了很多好玩的小攻略 那些好吃的什么的 我就想跟她一起去吃 地方的那种特色小吃 然后去逛街 去玩密室逃脱 但是就是到那之后 她都没留我去 就留我去家附近的 小出馆吃饭 然后也没有 领我玩陪我什么的 我想让她陪我 像以前一样 在大学里的时候 但她都没有 就是两个人还是吵架 男生 我有个问题想问 女生也回答 这个问题是共同问的 就是关于未来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我之前是想 就是跟她在一起 就是她在哪儿 我在哪儿 但是我觉得 我俩现在的感情 太不稳定了 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吵架 这在一起了也吵架 就心里觉得没有谱 就是我怕我到时候 老家的工作也没有了 到时候来找她 到时候感情也没有了 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男生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 你正视一下 应该怎么办 就女朋友现在 对你们这段情感很担心 她可能想回家的愿望 更强烈一些 因为对这个情感 有点担心嘛 害怕嘛 那你怎么想呢 是以前我们感情一直很好 但是从我北京一工作 然后一套社会 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后 就我们之间的关系 包括以后的未来的选择 我自己有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说也很难 就是给她一个 很正面的一个答复 就是我也在纠结 男生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要问问 到底谁变了 是吧 你觉得谁变了呀 我觉得多少 都会有一些吧 日子变了 那我终于感觉 行吧 让老师帮你们证实一下 你们现在面临的 这个巨大的问题吧 我们一起进入 休笔特问卷 上来就跟我们说 你们两个异地恋一年了 异地恋说 这个锅我不背 跟异地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两个啊 往这一站 我一眼看过去 我就知道 这个已经毕业了 这个还没有毕业 因为女孩的脸上写满了 明媚的忧伤 男孩的脸上写满了 无奈的沧桑 这是为什么 你们两个的矛盾 其实是身处于 不同人生阶段的矛盾 男生的矛盾是什么呀 领导队伍的要求 跟我能力之间的矛盾 我期盼的那个温馨小屋 和毛坯房之间的矛盾 想要吃的那顿大餐 和兜里的钱之间的矛盾 当一个人从校园 步入到社会 他的心很多时候 就没有办法由自己决定了 而你和他的矛盾 就是安逸的校园生活 和职场新人之间的矛盾 谁变了 赵春老师说对了 日子变了 生活变了